看娱乐八卦 看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自从张丹丰爆出和前经纪人 碧莹一直没有断了联系 甚至财政大权也在对方手上时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丹丰对此事一直没有回应 老婆洪心也当作没有发声 每天晒自己热舞的段子 两人风波后在元旦合体走红毯 虽然洪心一直跨着老公 但张丹丰只顾着对镜头挥手微笑 一眼都不看洪心 活动结束后 在社交平台只发了自己的照片 没有一张老婆的 几天前两人再度合体参加活动 这次洪心没有再假装甜蜜 而是冷漠地看着 张丹丰也没有伪装 直接把脸冲着台下 彼此没有一句交流 有网友猜测 这活动是不是两人此前谈好的呀 不能毁约吧 看着也太不情愿了 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俩人不会是已经离了吧 如果没离 洪心爱的也太卑微了 当张丹丰一个人坐在台上接受采访时 坐在台下的洪心表情冷漠 静静地看着台上的老公 眼里没有微笑 甚至感受到了一丝落寞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幕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这不就是翻版陈自瑶 和王浩信的白奖典礼修罗场吗 很多人说 当初好闺蜜蔡少芬劝她 不要嫁给张丹丰 感觉她人不靠谱 毕竟太帅了 有点坏坏的样子 怕洪心驾驭不了这样的男人 偏偏洪心不听 带着十几岁的儿子 嫁给了小自己十岁的男人 两人结婚后很快生了一个女儿 减少了露面 在家里相夫教子 而张丹丰因为和洪心结婚 名气大增资源不断 渐渐被观众熟知 每天忙着和经纪人在外面拍戏 一年到头待在家里的时间 屈指可数 而此时陪伴在张丹丰身边的人 恰恰是她的红颜知己 贴身女经纪碧莹 张丹丰与碧莹的故事 可以考古到2018年 2018年7月份时 外界就曾传出过 张丹丰出轨经纪人碧莹的消息 而就在这个月 洪心还分享了全家 到迪士尼度假的画面 而这张照片中就有碧莹的身影 碧莹牵着红心女儿的手 站在张丹丰的另一边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散口呢 而且粉丝们其实早就发现 碧莹和张丹丰走得太近了 在评论区警告过她 和张丹丰保持距离 经纪人要有经纪人的样子 后来有网友扒出 二人太多同款衣服和首饰 张丹丰和经纪人碧莹的丑闻 就此闹得满城风雨 但碧莹反应很迅速 表示和张丹丰只有知遇之恩 没有爱慕之情 而洪心作为张丹丰的贤内助 那时候对她非常信任 也第一时间出面表示老公没有出轨 和碧莹也是好朋友 为了澄清这一绯闻 洪心还特地和张丹丰上了同一档综艺 同时在节目上大秀恩爱 表示传言是假的 一家人很幸福 洪心还称自己跟碧莹关系很好 甚至在一起的时间比张丹丰还多 两人像闺蜜姐妹一样 会聊心思 会聊生活的烦恼 为了避嫌 张丹丰在身边 也很快就换了一个男助理 这场风波才慢慢平息了下去 如果此时的洪心早有感觉 彻底阻断了张丹丰和碧莹的联系 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狗血事件了 到了2019年4月 有媒体发现 张丹丰外出工作时 虽然没有带着碧莹 但每次回到酒店贴身伺候她的人 依旧还是碧莹 为了证实这一说法 记者还曝光了两人穿着睡袍 同住一间房的视频和照片 而且两人一待就是到深夜 中间碧莹还换了条裤子 直接实锤了两人关系 随后网上关于张丹丰出轨 经纪人碧莹的新闻开始发酵 同时夹杂着碧莹意外怀孕 张丹丰联合碧莹转移财产等新闻 很快 洪心就删除了和张丹丰 秀恩爱的各种动态 两人婚姻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在外界以为 洪心肯定不会原谅张丹丰 一定会离婚的情况下 洪心却再次刷新了大家对她的认知 一个月后 张丹丰先是否认了和碧莹的关系 接着又表示经纪人碧莹已经引咎辞职 间接表达了自己维护家庭的态度 而洪心也在张丹丰的甜言蜜语之下选择了原谅 他先是带着张丹丰去参加了朋友的婚礼 随后又被派到香港街头甜蜜逛街 一个月后 两人又带着女儿童游美国 甚至连张稿莲都晒出了和张丹丰的亲密合照 一家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虽然洪心一直在努力帮张丹丰挽回人设 但娱乐圈的资本大佬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演员 这几年张丹丰压根无戏可拍 2022年11月时 张丹丰还和洪心一起参加了儿子张稿莲的毕业大戏 女儿也出落得活泼可爱 一家人看起来很融洽 谁知道这些看似恩爱的背后 张丹丰其实只是在演戏 背地里一直是死性不改 去年年底某一句爆料说 圈内有一位出轨男星犯错后被老婆原谅了 但他背地里却又偷偷和小三在一起了 此消息曝光后 网友们的好奇心瞬间被勾起来了 纷纷猜测这位男星是谁 很快这位余记就晒出了照片和转账记录 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被原谅的出轨男星正是张丹丰 他的小三就是原经纪人碧莹 众所周知 这几年如果不是洪心 积极复出 并且时不时带着张丹丰刷好男人人设 估计他早就消失于人前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原谅他的老婆一直在积极努力 可他却压根不知感恩 背地里竟然又和小三搞到了一起 11月底 没有戏拍的张丹丰只能转战到直播带货计 希望能大干一场 弥补之前的损失 可是问题也偏偏出在了这里 货物品牌方在和张丹丰一起对接时发现 代替张丹丰出面的毕蒙梦 就是他的原经纪人毕莹 更让人分解的是 合作方的那边已经订好了 两个房间给张丹丰和毕莹入住 毕莹非要换成一个套房 直接掏钱订好了 合作方百般商量无果 也只能这样 不少网友对此感到疑惑 经纪人还得和明星住在一起吗 从此次毕莹的行为来看 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也就说明 两人不管是之前 还是参加当下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住在一间房 其亲密关系也不言而喻 此外品牌方还分别 给张丹丰一方 打过两次直播预付款 收款人的姓名也全都是毕莹 也就是说 张丹丰目前的财务掌管人 依旧是毕莹 但对此事 红心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甚至在元代当天 和张丹丰一起出现在了红毯上 这一操作让网友们大跌眼镜 这也能忍 但让人没想到的还在后头 这两天又有余气爆料 某男星和妻子结婚几年后 估计是喜心厌旧 开始和女助理眉来眼去 日复一日身体蠢蠢欲动 女方不知道什么心理 可能对条件不错的男星 也有爱慕之情 可能也享受被得的刺激感觉 又或者是被男星强迫交换了利益 下同意了秘密交往 最终两人发生了关系 女方怀了孕生下孩子 最让人惊讶的是 男方的妻子发现丈夫偷吃后 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和男星继续维持表面的恩爱夫妻 让大众纷纷以为他们真爱永恒 娱乐圈演技派男星挺多 但若是符合婚内出轨 女助理的五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而且还和妻子没离婚 反而大肆秀恩爱的 可能最大的嫌疑人 非张丹峰莫属 再加上前段时间 爆出如今碧莹掌管着张丹峰的财政大权 更让人确信 于尽口中的这位男性就是张丹峰无疑了 之后这夫妻二人又秀了一番操作 临近过年 张丹峰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张丹峰陪女儿一起跳舞 但这段视频中并没有看到红心的身影 因此很多网友留言询问 红心呢 视频中怎么没有他 很快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红心的社交平台也更新了动态 他发布了一则视频 也跳着舞 视频中的背景与张丹峰完全一样 明明一家人在一起跳舞 却选择分开发布信息 而不是同框出镜 夫妻俩这番操作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留言 发生那么大的事 红心虽然表面原谅了张丹峰 心里还是犯个硬的吧 这样操作何必呢 明明心里就有过不去的坎 还要强行在一起 如今从头来看张丹峰出轨事件 红心的做法让人可气的同时 也感叹她是个可怜的女人 有点挨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感觉 红心的这番操作 很多网友大为不解 有人认为 就算原谅张丹峰 起码自己也该有个态度 这样不疼不痒的做法 对张丹峰没有一点惩罚 难道就不怕张丹峰再犯错误吗 当然 也有人理解红心的做法 毕竟她比张丹峰大很多 作为一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女人 家庭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